接下来进行的单元是世界都在看 这是我们的主笔美少女张佳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佳麟 范姐你有看今年的奥斯卡奖吗 我是只有注意到今年这个最佳动画片 叫做包子 是一位在匹克斯工作的华裔动画师制作的 这个词最有点敏感的 我们先请后字帮忙削个音吧 我担心这个可能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集 只想我们这个穿鬼人被我们骂了快30集 这YouTube有没有被关频到 看起来穿鬼人还是比较好相处的那一个的 离离太远了 话说一下今年奥斯卡有什么好值得讨论的 说到今年第91届奥斯卡 Netflix上面的罗马获得了10项提名 拿下了最佳导演 最佳外语片 跟最佳摄影三大奖项 那这同时也是Netflix首次以原创作品 打入奥斯卡颁奖典礼 可是好莱坞的知名大导演 史蒂芬·史皮博 他却气得要死 他就说像罗马这种 透过Netflix串流媒体播放的片子 应该要去竞争的是电视爱美奖 而不是奥斯卡奖 作为这个国际知名导演 Steven Spilker这般宣誓 怎么有点让人有点小家子气的感觉 是觉得被Netflix威胁了吗 串流媒体上的电视电影 真的不算是电影体验就是了 对像对Steven Spilker这类的学院派来说 差别可是非常的大 不只是他连我最爱的导演Nolan 他也是反对派 他们认为说身为电影制作人 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 就是致力于制作以院线为基础的电影体验 他们是为了服务大荧幕 如果搬给Netflix这类的串流媒体的话 到最后电影行业就会面临大规模的崩溃局面 听起来这个问题是出在于 这个发行放映方式上面是不是 没错那接下来 Steven Spilker还有会提议去改变 报名奥斯卡的新规则 一部电影必须在院线上映至少四周 才能上串流媒体 才有资格去竞争奥斯卡奖 那按照Netflix现在的现有的发行模式 所有在Netflix上面首映的影片 都会选择线上或者是DVD同时上映 那这跟美国现在电影产业的窗口期的政策 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 也就是在影片上院线上映的前期 是不得推出线上跟DVD版本 它是跟这个是相违背的 那这个窗口期对于美国影院来说非常的重要 是对于他们利益的重要保护 简单来说奥斯卡讲了认可 有可能从此就打破了电影市场的八星格局 Netflix其实也是满聪明的嘛 为了评选奥斯卡选择部分院线上映了一周 然后就把这个电视电影的属性 一瞬间就转成了这个院线电影 难怪让这些传统派学院派这么跳脚 没错 范姐我是觉得啦 像这种集聚电影体系的电影 它没有在院线片上面播放 那你就说人家不是电影吗 那如果学院派坚持这种传统的电影模式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禁止这些评审 用DVD或是线上收看的方式 去看这些入围电影呢 我怎么想都走一个原因 合理推测Netflix可能有欠导演钱 你是客什么才录你呢 其实很多人还是宁可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像是我 OK 不过说到钱Netflix为了进军奥斯卡 光是罗马这一步的行销预算 我听说就在1000万美金到2000万美金之间 光这一点确实可以让其他发言生就感到崩溃了 难怪人家会不爽 Netflix对此有什么回应吗 Netflix他就在他的推特上面反击 他就说我们热爱电影 我们让这些买不起电影票的人 或者是你家住处没有电影院的人 也都可以观赏电影 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同时 欣赏到最新发行的影片 而且还让很多电影人有更多的管道 去分享他们的艺术作品 那上面刚刚讲的这几件事情 都是同时并存而且不互相排斥的 我同意 随着这个科技娱乐方式跟表演形式的改变 奖项的设计也会与时渐进 像我们这个电视金钟在2017年的时候 也首次开放台湾自产自制的网路剧报名 戏剧节目奖跟迷你剧集奖 都是为了因应产业发展趋势民众收视行为 以及内容作品播放管道而改变 而去调整这个颁奖项目的 我那个年代电视金钟还曾经颁过 儿童演员奖跟播报人员奖 这两个奖项听起来就是有点年纪 你真是早死 我告诉你啊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设立奖项的核心精神 都是在鼓励台湾自制的优质戏剧跟节目嘛 像是我们环宇漫游虽然是在MOD的网路串流平台播放 但也是可以去报名金钟奖的资格的 说到这个 总监你不要忘了 自己去报名 人家是怎么自己要去走红彩了 主位太太 我是觉得像Netflix这种基于互联网成长的公司 作为影视内容的新载体 它在播出渠道大数据跟资金投入方面 都呈现出跟好莱坞过去完全不同的风格 反而是好莱坞它每年都押租这些 符合大众兴趣的高预算大片 却也一边在失去这些透过互联网 或者是电视来收看电影的观众 是不是也应该要检讨一下自己 有没有跟上脚步啊 对 这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篇 这个纽石的分析报道 写出这个Netflix跟好莱坞战略上的差别 很有意思 他是说这个Netflix不是美国公司 去外面推销这个American Ideas 大美国就是好莱坞 Netflix是向全球观众 这种Global audience来推销International Ideas 推销这个国际观 OK 对 这论点听起来真的是满有意思的 Netflix它除了核心价值观 跟好莱坞不同之外 其实你可以每周七天 每天24小时在190个国家 去播放这个Netflix 让更多人可以不受这个空间 时间的影响去看到更多的好电影 像这次金马的大赢家 谁现在像他的 他在下档之后 2月初他就登上了Netflix 引发热烈的回响 那纽石的影评就说 这部片心碎又温暖是今年看到最好看的电影 那美国的公共广播电台NPR 还也盛战这部电影 对同志族群的开放的态度 那美国主流电影呢 应该像台湾电影看起 简直就是台湾之光啦 看来这种OTT跨国平台 也是让国际看到台湾的一个跳板 过去几十年呢 电影院线牢牢的掌控了优质影片 面向公众的资源 现在观众想要看奥斯卡等级的电影 也不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嘛 对于像Netflix这类 拥有超过一亿会员数的 这个串流平台的崛起 是不是电影院的受众 重要性会不如以前呢 电视电影到底有没有资格 来获得奥斯卡奖呢 你有不同的想法吗 欢迎你到粉丝页上来 跟我们讨论 对我们马上回来